大家好,我是小庄 今天是2020年的8月6号 我又要申请新加坡的签证了 希望他们一定要给我 我现在已经填好了一切材料 就准备按最后那个键提交 那么在提交之前呢 先给大家数一下我在新加坡 这半年多来申请了几次签证吧 我的签证都在这里面 然后为了我的个人隐私呢 我就不给大家看正面了 我就一张张的数 1,2,3,4,5,6,7,8 所以一共是八张签证 除了第一张呢 是我1月份进入新加坡时候的签证 其他七张呢 都是接下来我滞留在新加坡时候延续的签证 也就是延签 那么这个签证呢 我也搞不懂它这个规律啊 就是我这续签的这七次当中呢 有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礼拜 有的时候他给了我两个礼拜 大部分时候呢是给我延一个月 然后呢收费情况呢我也搞不懂 反正好像是每两到三次 他们就收我一次钱 一次呢是40新币 所以差不多200元人民币 那么目前我这八个签证呢 就是第一次进来是30新币 然后后面续签的几次呢 我一共交过两次钱 每次40新币 所以这半年来 我花在新加坡这个旅游的签证上面 是30加40加40 也就是110元新币 我觉得其实挺合理的 我在这里半年了 而且新加坡真的待着很舒服 待着我都不想走了 希望这次签证一定要给我续签啊 大哥大姐 因为现在回中国的机票也还是很贵 基本上看了一下 都是要一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且你还订不到 对吧 五个一嘛 搞不懂嘞 然后去别的国家也去不了 那么多旅行限制 你这护照基本上现在也就不能用了 所以要么就只能在新加坡 要么就回中国 就这两个选择 而且还不容易 所以就希望新加坡不要港湖走 拜托 好的 就这样录一下 纪念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点下提交 你看我还在 我最后这里 Additional remarks 上面我写了 我给大家念一下 所以我说 就是親愛的簽證官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呢 現在這個機票是並不容易買到的 而且這個邊界管控還是很嚴格 所以我還是買不到我想買的機票 請友善的 怎麼說 請友善的 請行行好 大發慈悲 給我研一下簽證 讓我能夠再待在新加坡 SG United 新加坡團結一致 這是他們這半年來很流行的一個hashtag 或者說口號吧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 好的 現在看我 見證我提交新加坡 今年我在新加坡的第九個簽證 第八個 言簽的請求 Next 好 再檢查一遍 要檢查 噔噔噔噔噔噔 我覺得應該沒有 好了提交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到我的個人信息 如果拍到了我就要貼一個貼紙在這裡 好吧 請大家理解一下 好的 那麼今天幹什麼呢 今天我準備去斷了一下身體好了 好的 我們健身房間 今天 那麼剛才 我已經收到了他們的 他們的 東西 大家好 哎 終於可以說話了 因為剛才突然晚禮的人在爆裂 一般我在這個健身房 都沒有看到別的人 外面信息 然後他有 人數限制 是四個人 但是我平時都沒有人 今天 不知道 突然有一個人 所以我不方便說話 那麼現在 開始說話 就是 我的簽證 通過了 那麼 又續簽了兩個禮拜 哎 一方面我很高興 另一方面 我還是有點擔心的 但是 就是主要是麻煩 因為 每一次 續簽 一般是一個月 所以你就可以計劃 你住哪裡 但是 不知道 這兩次續簽 都是 只給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所以 有一點點麻煩 不過 總比 不給我 把我趕出去 所以 謝謝新加坡 這個 ICA 給我簽證 趕不下 Thank you very much 然後呢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我已經申請了 一共是 九次簽證 對吧 續簽八次 然後 加上來之前的一次 一共就是九次 可以的 然後 對 那 這麼說的話 2020年 我的 春天 夏天 都在新加坡 然後 秋天 可能 也在新加坡了 就看 接下來 這個 新加坡的疫情 以及 這個簽證的政策吧 好的 這一塊石頭 算是放下去 兩個禮拜 然後這是我家的健身房 平時幾乎美人 我偶爾來一下 因為我今天沒有出門 所以 運動運動 最主要的是呢 它這個健身器材 也有電視 所以我可以邊 聽著音樂 或者邊 看著這個電視 所以我現在正在看電視 然後運動 騎車 沒有什麼景 大家可以從 鏡頭上看到沒有什麼景 但是 這個電視機就是我的景 這就是這個設備 Live Fitness 然後 那邊就是跑步機 現在我先 來看可以通過這個手機 然後掃描他們那個二維碼 然後就可以連接起來了 但是我現在手機正在拍攝視頻 所以就上了 那麼我們 來試一下這個 好的 我就隨便選一個吧 Time 好 開始 這裡你可以設置時間 然後 這個難度 我一般喜歡選擇 登上 然後 我的能力就差不多15左右吧 差不多這樣子的時間 但我 不會跑那麼遠了 我們來試一下 然後你可以插著耳機 只能插耳機不能公放 大家看 這就是 這個頁面 然後呢 這裡其實就幾個台 都是新加坡本地的電視台 所以不是很多 差不多就這樣子 好的 然後景呢 我家這裡沒什麼景 就是這樣子的了 然後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塊 我在健身房裡面 最喜歡的器械 就是 這個自行車 最主要呢 就是你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就騎就好 然後看著電視 還有一個就是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手柄 那麼上面有感應裝置 所以可以監視你的心跳 心率 比較安全 因為如果這裡出現什麼問題呢 在對面 就是這個AED 話說這個AED啊 我覺得我去過的所有地方 可能也就新加坡這個AED 是最多的 因為 他們連主屋樓下都有 那麼其他公共場所就更不用說了 特別的多 總之你有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你都可以找得到它 這個呢 AED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它中文譯名是什麼 反正就是幫助你心臟起搏的那個設備 所以如果有人心跳奏停啊什麼的 那個有用 好的我現在已經有點累了 然後剛才我看了一下我的視頻 我忘了說一點就是 新加坡的這個申請簽證啊 別的簽證我就不說了 我就說我們這個旅遊 續簽這個事情 他們效率非常高 他們網站上面說的是 至少在你到期前七天要申請 然後申請的時候呢 一般是第二個工作日 就是隔一天的工作日 你才能收到信息 但是我申請了這麼多次簽證 基本上都是當天就收到了結果 而且當天基本上就兩三個小時之內 像今天其實就是兩個小時 所以非常的有效率 好的 我們今天這個視頻 就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我所經歷的新加坡旅遊簽證 言簽的故事 好了今天這個視頻已經拍到這了 總之 如果等新加坡政府放開旅遊簽證的時候 你記得一定要申請一下 來新加坡走一走看一看 尤其是對像我們這種有中華文化背景的人 來新加坡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一下 不管此行 還有一點我忘了說 你要言簽證的話 必須上ICA 新加坡的移民局官網 要申請簽證 櫃台是不受益的 要是一條 要是不受益的 要是不受益的 有請我 認識一點 方便 唷 有請問 一段視頻